全新的詞彙 獨履 這兩個字呢 在網路的搜尋程度呢 日益攀升 大家都搜尋獨履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行程 不就是獨自旅行嗎 That's right 大家掰掰 結束了 大家如果知道這個字的話 但是不一定敢這麼做啊 沒錯 畢竟妳如果是一個人旅行的話 妳要顧慮的事情非常多 像我就無法獨履 我也完全沒辦法 因為我需要別人 說起妳的傲氣 不是啦 我是想真的啊 比如說有些要犯什麼手續 那些瑣碎的事 我就會很害怕 幫妳找路啦 或者是前面有一堆 就是認識我的人 我就想說 我要過去嗎 身分 對 是 所以他們今天呢 就請來五位來賓了 是他們有獨履過的 而且是愛獨履 愛獨履 愛獨履 歡迎五位 敲心 恰恰 如果能夠獨履 如果能夠獨履 我只希望一件事發生 什麼 就是搭訕給你 重點 來了 這是重點 我們先各自分享一下 剛從哪邊回來好不好 我才剛從 我覺得很愛韓國 妳每次韓國 不是妳知道為什麼 A B韓國嗎 因為韓文有一點點通 楊外加也是 就是稍微是韓國人的菜 所以在那邊就 搭訕就得到一些虛榮感 虛榮 所以妳每次去都一定會被搭訕 基本上都會 都會 而且我跟你講 我真的發現 就是說妳可能三五好友一起去 男生反而覺得不敢 但妳就自己一個人去 他就覺得 這個妳的有機可乘 他就會過去跟你搭訕 所以妳跟穿著打扮有關嗎 妳知道嗎 其實我發現要被搭訕 還有一個重點 妳不能讓自己看起來 太像是觀光客來旅行的 因為對他們而言 他們也會害怕說 要是這個人他不會講韓文 要是他不會講英文 他們也會怕 所以妳就是穿的 就是妳知道 像韓國這種流行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 教我們一下 如果你這套OK嗎 這套當然OK啊 這套在釜山 我跟你講絕對不得了 會怎樣 這樣不會太辣嗎 太辣了吧 所以有時候釜山 所有我就沒辦法這樣穿 因為釜山海港城市 對 感覺好像妳要去海邊玩 對 去海邊玩或幹嘛 這樣穿搭訕 那首爾他們幾個誰的衣服 是OK的 想想太誇張 韓國人比較保守 對 今天這幾個 我被打算嗎 不行 我穿這麼多 妳就是 妳應該去日本吧 對 日本 日本 就是給妳問路 對 Sabrina的話我就問她說 妳有在看小熊維女嗎 妳是跳跳舞 妳喜歡跳跳舞喔 很可愛好不好 真的我在越南買的 對 越南啊 OK OK 是跳跳舞沒錯 是跳跳舞 是跳跳舞沒錯 所以那 想想那一套應該是去哪兒 絕對去 對 這套是我最近去伊比薩買的 但是呢 伊比薩你召回來 超級挑戰 妳去幾天 但是 我去一個禮拜 當然要時間緩衝休息 我已經三十幾歲了 我沒辦法像以前一樣 大概留個四天還可以走 要修復齊 要修復齊 但是我這個伊比薩 我不去自己去 我跟你講 其實我沒有那麼愛獨履 我就是有獨履過的經驗之後呢 我就 因為我去走比較遠的 那我自己一個人獨履的話 我都直接走歐洲去 我去幾個大概 2017年24頭 242526歲的時候 就直接去德國跟荷蘭 各待一個禮拜 一個人 妳好有種 而且重點 因為我覺得我時間不能等嘛 妳那邊有朋友嗎 沒有 妳英文或德語那麼好 那會死的 反正妳他們 他們 妳就是 他們也不會給妳講英文的 對 德國跟荷蘭都不是講英文的 對 妳其實妳亂亂講英通 管家聽不聽得懂 什麼過去事 Ing事 誰管妳去死啊 用我的方式講一講 聽不聽得懂妳的事啊 妳去的時候是不是 狂歡派對 我是要去找派對 可是我去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帶任何人 我又不是一般的觀光客 我喜歡就是玩那種 比較陰暗處的 陰暗處 就是要遊遊遊遊遊遊 她的陰暗處 就是要有點陰暗處 就是有點陰暗處 當天知道在玩什麼東西的 下水道的旁邊是不是 就是不是一般人會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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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夜拿到是 不是那種正當那種業店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講一下 獨履的豪女 獨履的光明鏈 對 漂亮 大家不要害怕獨履 獨履的光明鏈 我覺得妳可以認識不同種類的人 而且妳可以發現不同種類人的面貌 我自己平常的話 就是獨履的話 我可能會去找那種 是跟房東共同的 我也是 我喜歡那 共同的 然後呢 但是我那時候記得 我做到一個非常酷的 共同的那個房東 她是一個就是男生 但她的工作是 幫女生做性按摩 就很像XX的按摩 那個我的房東人很好 是一個真的很追求我的人 帥嗎 不是很帥 妳拿給她的照片 然後她就是 她就是 妳是被按摩的是不是 沒有 她還會幫我拍照 她是攝影師 然後就加情慾按摩 這她幫妳按了 她幫我拍 她是攝影師加情慾按摩師 然後呢 然後她也完全不會有邪念想要怎麼樣 她不會 她說這個是她的專業 有非常多的女生 要求在這個時候 要求她跟她發生那件事 她就拒絕 她說這是不能的 她說這絕對不行 就是女性已經修不了了 已經修不了了 然後那時候她就覺得 我這個人很好 在哪裡 在RB&B啊 在德國 德國在哪裡 柏林 柏林 定制是什麼 而且還好 而且我跟妳講 其實歐洲這個是很正常的 而且他們收費都算滿貴的 一堂課不到半小時 她就幹嘛收費大概四千台台幣 所以她那時候覺得 所以她半小時就讓你 很多 因為她有她的技術 然後但是她那時候就覺得 我人很好 因為我們相處大概一個多禮拜 對 那我突然也很客氣 她最後就幫我拍很多的照片 她覺得我這女生很愛拍照 那我就請她幫我拍 拍得很好看 拍不同的照片 在我們的RB&B裡面拍不同的照片 然後後來她就幫我說 她說 林 我想送妳一個禮物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 這個原本還滿好的 我想讓妳體驗我這個職業 她說我一堂課要四千 你試試看 可是如果妳說我點話 其實我不是這種人妳知道嗎 其實我外表要開放 其實我沒什麼 對啦 可是妳又不好意思去覺得 好吧 試試看吧 然後她也幫妳按摩這裡 就從這邊開始 就是從大腿 然後按到妳的這裡的 那個 那個白鼻那邊這樣按 然後其實妳 但是妳沒有破落真正的點 她其實 我沒有讓她碰 我沒有人 我跟妳說我個性沒有 我到那邊這樣對啦 對啦 但是我是覺得很好笑 一個體驗我怎樣都要嘗試 但其實滿舒服的 但她主要就是 撫摸妳 然後呢 就是讓妳有那種感受 然後讓妳有不同的那一種 那一種情慾感 只是用手而已嗎 只是用手 但是我會 但是我會一直笑 然後呢 然後她就 她就後來大概 我就說我體驗妳怎麼 我說妳這個課程太貴了 我體驗一半就好啦 體驗一半就好啦 她就後來幫我拍幾張照片 我跟房東兩個人一起拍的 有沒有 她就是那個按摩師嗎 她就是那個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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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其實個性是滿溫馴的 就是妳可以尋 妳可以問她很多地方 哪裡玩哪裡幫助 她都要告訴妳 她甚至還陪我去 陪我去幫我在路邊拍照 因為我沒有攝影師嘛 那陪我在路邊拍照 然後呢 給她按OK啊 OKOK 而且她非常非常非常的紳士 然後她 我有問她很多 關於這方面的問題 她其實是還滿 享受這個職業的 工作 然後她覺得給女人 帶來這種快樂 或者她那些女人 沒有老公 或者是沒有另一半 她的女人帶來這種快樂世界 很開心 重點是安全啊 非常安全 一近距離會感覺到 非常的安全 不管是環境佈置 或者是她整個人 給你散發出來的氛圍 她是素食者 這個男生是素食者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她生活很簡約 還有這什麼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她的 講話沒有牛肉味 她的生活很簡約 不是像我生活很雜 有東西的人 很健康 她很在乎健康 OK 那時候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她第一個拍照照 她給我都是任性食物 對 也是這樣 她那個心靈的那個想法 是很真實的 然後垃圾分類都分得很好 對 蠻好的 都還不錯 是個好人啊 是個好人啊 這次也不錯 值得安心啊 那時候在德國真的是 也是遇到了她 還有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就是 因為我知道我說我沒有人 但是我沒有人陪我 我常常有時候是 常常跟大家說 我會在這個地方 有人的話來找我 那我就有一個 我不是很熟的外國男生 他就說他可以來找我 他精通德文啊 OK 但他長得超肥 超胖的 我覺得就說 這種肯定OK 當朋友 這樣一起旅行 OK 因為你長那麼醜 我們肯定不是進行那個狀態嗎 你肯定也知道嘛 結果說OK 我就很友善跟他說 然後一起來沒關係 你就住我的時候 因為我很怕一個人住 因為我怕鬼 然後他那個 我在二邊那個房東呢 他給我的房間其實很大 其實很恐怖 然後我就說 一起來沒關係 一起來玩 然後結果他就來了 來之後呢 我還就是用很朋友的方式 對待他 就是這樣 就是你懂嘛 然後結果你知道怎麼樣 他一進來的時候 竟然我在化妝的時候 竟然給我這樣子喔 很棒 摩摩你來 這樣喔 柔肩膀 他也是按摩師嗎 這樣子 你化妝他竟然這樣子喔 那不是 然後你當然會害怕 你當然會害怕 對啊 你當然會害怕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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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幫我按摩 真的滿痠的 謝謝 我是這樣帶過 結果那天晚上我就想說 這還有點不對勁 可是我想說真的沒有人陪我 我也不知道這個地方 我能去哪 好 那我晚上就跟他說 那我們還是去附近夜店 或怎麼樣 一起去 一去之後呢 當然那個男的 也就是讓他去 那一點超無聊的 根本不是我想去的 你知道嗎 但是然後又很無聊 我很早 我就回來了 那我回來了 我想說OK 那我休息了 結果 因為我給他另外一張床 我還幫我的房東 申請了另外一張床 就是本來 就是有一張床在這 他的床 同個房間隔我隔很遠喔 房東再搬一張 就軟墊 這樣他摔呢 我已經回到家 已經就卸妝了OK 然後就OK 我要補奶 然後我這樣 他就啥子 他竟然給我突然間 啪壓到我身上來 我的天啊 壓到身上來 壓到身上來 你知道嗎 然後想親我臉 我說我說 我不是那麼 我不是很簡單 我說你要搞清楚 我說你也搞錯了 他說你 你難道不喜歡性愛嗎 我說 我親眼說 我喜歡也不喜歡你 他討厭不到這個 這也太危險了吧 然後 但是 然後我就 但是因為還好 我跟房東 如果再怎麼樣大喊 他也知道我這邊有個人 所以你都這樣 我對這個人是沒有那麼戒心的 我沒有吶喊 我是跟他 我是要用一個正常的方式 跟他說 我需要先交往 才能夠做這些事 心靈溝通 不是 我用一種方式 先弄退他 如果你用激進的方式 他搞不好會 可能會掐了你或傷害你 對 我會用這種方式 就是說 我可能要先進入交往完 其實我才會怎麼樣 對 我們倆現在還不太熟 我沒有那麼 我需要時間 我沒有那麼的容易 這樣子發生關係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 他就知道我就回去他的床上了 然後我就直接從我的那個 行李箱來拿出我的那個辣椒水 我就放在我手上 然後關著那個免費 整晚沒睡覺 我會等他看到他幹嘛 你為什麼不直接這樣走啊 然後結果 早上的時候 早上的時候 他就那個默默的 默默大概六點七點五 自己走 他就自己關行李什麼 我假裝在收 我假裝在睡覺 結果被他在睡覺 我聽到他一直在關行李聲音 他就默默走掉了 很棒 很棒 然後他就默默走掉了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跟我一個經驗 因為我常常覺得 一根旅行的時候 你有時候給人家 那個感覺 我只想找個辦 就是找個 大家一起旅遊 像是空虛射筆那種青年 大家一起照 哪什麼地方玩 那種地方去 可是總是要找 我後來認知 是我太美的問題 就是你給 你給了 這是你得出來的結論 你有時候給人家 就是覺得 我們是一起到底內 就是我們出來的 他會給你 讓你覺得說 好像有意思 他可以觸碰一下 你那死胖子 你也會差距差太多 他也認不清耶 所以如果他帥哥的話 你就OK嗎 帥哥我也不行 不一定要看感覺 要看當下的感覺 那我當時邀請他來 我真的就是覺得 不可能是走向那個方向的 因為要抓過來的話 我肯定要花時間 要培養 要怎樣搞多事 找個胖子來 就來當工具人的 那說實在的 也就是會 這太現實了啦 不是啦 因為我有幫他住 真的沒有錢耶 也是啦 互相幫忙 OK喔 反正今天 現場有四位女生 只有一個男生 男生獨履應該很正常吧 我那時候其實是被 經紀人丟包去日本 蛤 什麼意思 我那時候在台灣 就是可能工作都不順利啊 然後唱歌演戲都不順利 然後就很不快樂把自己 就每天都在想工作的事情 已經有點要生病的程度 就是也跟家人吵架 也跟公司吵架 然後某一天就接到 經紀人的電話說 我幫你買了去日本兩個月的機票 跟時速 你去生活 你從來不懂得什麼是生活 然後那時候完全不會日文 就傻傻地去東京生活的兩個月 那你都不用付錢了 對 很爽 很爽 免費放假 而且是去日本 超好的 然後也住宿 是住那個嗎 我今天特別幫我安排 是住在比較 不是市區 因為他想讓我體驗 地區的文化感覺 對 就小飯店是不是 對 小飯店 然後那個飯店旁邊就是 晚上四季樓旁邊 就是完全很黑 很像就是我每天走在路上 都覺得自己會被殺掉 那種感覺 就是 因為一個人然後不會日文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那兩個月我其實 改變了我非常多 也讓我寫了 都是寫說 誰要殺我 不要殺我 沒有就是想 晚上的路這樣 好黑 比如說我覺得像剛剛講的說 就是在異國 然後一個人獨居 會有不同的際遇 會遇到不同的人 像 我那時候就一個人在日本 賞櫻花 櫻花祭的時候 就很可憐嘛 就一個人然後旁邊都是 西家帶眷 野餐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到 就是 我在上野公園吧 那邊賞櫻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很 慈想的老爺爺 就是很 因為我從小沒有兩個 我兩個爺爺都是我很 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日文 也破破的 但是就是跟他聊 他跟我聊他孫子 他孫女 他兒子女兒怎麼樣 我想說 然後他還買啤酒給我喝 我想說 就是讓我有種 有個歸屬感 因為我在異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長一長大半 然後我就站起來 風景好漂亮 然後下一秒他用手 摸住我下去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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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準備好接受 就是 就是 沒有 對 我也覺得很感人 然後 我要講那種溫馨的故事 很感動 然後大家想說 我一定可以寫一首歌 我只會想慢一點 而且等一下 你是遇到兩個老爺爺 一個 同一個 一個 然後一抓之後 我們兩個就這樣對看 然後我就 定格的嗎 定格 還在嗎 還在 那他的眼神透露出什麼 還是那個慈祥的表情 好可怕 然後我就 因為我不是一個 我就很俗 很俗 就我不會起衝突 對 所以我 我就是很巧妙的就是 就這樣畫了一圈櫻花 對 沒有 沒有 我有巧妙的閃 閃朵 死了 等一下 你說你 巧妙的閃朵 是多巧妙 就是一個轉身 然後看別的風景 那他有再過去再抓一次嗎 沒有 他就沒有 但是我就是離他距離遠一點 然後因為那個啤酒 是他請我的 我想說這是這瓶啤酒的代價嗎 因為我本來還想說 對 我沒有欠別人什麼 好可怕 我那時候想 我本來想說如果要再續杯 我要請他 後來他一摸完我想說 我不要 他酒裡面有沒有放東西 一杯啤酒就收買了 不是 可是 我沒有正常 他是頭皮試買的 是那種生皮 那讓他抓的力道剛剛好嗎 就是那個 會痛嗎 什麼叫做慈祥的力道 所以就是你也不痛 可是你就是被掌握的感覺 但是很麻煩的 你可以解釋一次慈祥的力道嗎 他就是 而且他很 這樣 包覆感 會不會有一個想念的感覺 懷念 沒有 很想回家 對啊 很柔柔的就對了 而且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收藏 因為太尷尬了 所以我後來就顧左右而言 他繼續跟他聊天聊了一下 你還在聊 你什麼時候還在那兒喔 沒有啦 我巧妙了 我巧妙散開了 我已經巧妙了 對 你巧妙離開了 然後他就聊了一下之後 我才就是裝忙離開 你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開啟小鈴鐺 D